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车载直播的今日关注 全球甲型流感病毒的蔓延 呈现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 那么根据统计呢 全球已经累计报告了5000多的死亡病例 而世界卫生组织呢 表示全球的感染人数和实际死亡人数呢 可能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另外呢 中国的甲流防控形势呢 也不容乐观 根据卫生部的最新的统计 截至到10月31号 中国各地累计报告的甲流的确诊病例 是4.6万多个病例 那么另外呢 根据湖南省卫生厅报告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就是湖南省首例甲型流感的危重病人 一个14岁的少年 经过国家和省级的专家一个多月的抢救呢 但是患者病情危重 所以10月31号呢 也是因病死亡 所以呢 加上天气变冷 现在呢 流感病毒肆虐 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今天我们就专门请到了两位权威嘉宾呢 为大家的进行分析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位嘉宾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疾控应急办的主任 冯子变显的年航主任 还有一位嘉宾是中国同仁医院的呼吸科主任 孙永昌 欢迎孙主任 你好 我们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呢 还是通过一个短片呢 先来了解一下全球现在甲流蔓延的情况 由于甲流患者人数不断增加 纽约周二十九号宣布进入卫生紧急状态 美国政府原希望十月结束之前能有四千万剂疫苗到位 但目前只生产出两千六百万剂疫苗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高级顾问一号表示 签约制药公司在未来一周内可生产出一千万只疫苗 足可满足接种需求 在俄罗斯最近两周甲流也开始大规模爆发 俄罗斯已确诊患者约两万五千例 其中有五例死亡 目前已有近13%的俄罗斯人接种了季节性流感疫苗 俄罗斯政府已拨款四十亿卢布 用于生产甲型H1N1流感病毒疫苗 30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也展开了一系列的防控措施 对地铁站和学校进行了彻底的清洁消毒 并且将甲流警报提升至黄色警报级别 与此同时 由于韩国目前已有四十人死亿甲流 韩国政府决定于本月四号举行工作会议 讨论将甲型H1N1流感警报级别 由现阶段的第三级橙色提升为最高级别的红色 乌克兰总理金莫申科 10月31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呼吁民众不要恐慌 表示政府已经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甲流蔓延 乌克兰目前已有十一人死亿甲流 政府已经紧急拨款六千三百万美元 给医疗机构 并宣布所有教育机构停课三周 禁止举行一切公共集会 包括为明年一月中旬总统大选而进行的竞选活动 我看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也认为说这是甲流的第二波高潮又来了 是不是可以这么定位 如果说是第二波高潮的话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又一个快速的传播 相对于今年春天甲流刚刚开始